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主 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QT里面来遇见神 我相信祂每天都在对你说话 我相信祂要透过祂宝贵的话来安慰你的心 我也相信祂要透过祂宝贵的话 要来祝福你 你每天的QT 神都纪念你 并且在你一生年日里面 所要做的每一个决定 祂宝贵的话都成为你最美好的引导 和做决定的依据 愿神的话领到你的生命中 也愿你因活在神的话而喜乐 奉主的名祝福你 Amen 有人告诉约亚说 王为鸭沙龙哭泣悲哀 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 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 那日众民安安地进城 就如败政逃跑惭愧的民一般 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 我儿鸭沙龙啊 鸭沙龙 我儿我儿啊 约亚进去见王说 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 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 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 你却爱那恨你的人 恨那爱你的人 你今日明明地不以降帅仆人为念 我今日看明 若鸭沙龙活着 我们都死亡 你就喜悦了 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 我指着耶和华启示 你若不出去 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 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 所遭得更甚 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 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 就都到王面前 以色列人已经逃跑 各回各家去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很感谢神 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到 赛摩尔记下的十九章 一到八节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两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在第一节到第四节的里面 大卫他的心里面 为着压沙龙的死 他极其悲痛 他悲痛到一个地步 就是他没有办法面对 他们整个的得胜 和他们的成功 他没有任何的快乐 他没有任何的欢喜 他的心极其忧伤 以至于他的影响 影响到了什么程度呢 当有人告诉约牙 在第一节说 有人告诉约牙说 王为压沙龙哭泣悲哀的时候 众民在第二节 听说王为他而知忧愁 他们得胜的欢乐 却变成了悲哀 以至于他们第三节暗暗的进程 如同败正逃跑 惭愧的名一般 弟兄姐妹你知道 你生命当中 你如果是领袖 你知不知道你生命当中 在意的事情 会成为你的团队 所在意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你心里面 在意的事情 会成为你们团队的价值 文化跟他们在神面前 所追求的目标 你是领袖 你不可以轻忽 你心中的决定 你不可以只有 用你简单的方式 来看你的身份 所以我们以前在 好像小组长的课程里面 我们会特别提到 有些人不能明白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小组长 我得罪了神 那么我要在小组里面道歉 为什么呢 那如果我是一个区长 我得罪了神 我要在我的区里面 来向神来道歉 原因是因为 你所做的决定和错误 你在你的位分上 就会影响你的团体 你的团队 你在什么样的位置 你就会影响多少的人 这是一个关键的原因 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每一个老板 如果你去想想看 很多的调查发现 老板如果穿牛仔裤 他穿了五天十天 团队就会一样的穿着 很多的人就会跟着来学习 因为你生命当中 会呈现出你的价值 所以如果你是教会 或者你是公司的领袖 你是不是要在 你的教会和服事里面 你要呈现出 你跟神之间的对齐呢 更重要的是 即使你是一个企业主 或公司的高管 你都应该要记得明白这个真理 因为你正在影响你所有的团队和群体 我们在财务课程里面教到 有一些统计告诉我们 有一些跨国的大企业 不愿意在第三世界国家 去做设立工厂 或者进行商业活动 问他们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 他们很清楚的知道 在这些地区和国家里面 他们为了要成就工作的目标和业绩 他们必须做一些贿赂 或者是伤害公司价值 核心价值的做法 这个做法真正的影响 不只是他们在这过程里面 公司与政府 或者公司与公司的互动 更严重的影响是 他们正在告诉 所有他们工厂的员工 我们的公司接受这个文化 以至于工厂的员工 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的雇主 他们评估的结果是 这样的文化所造成的影响 远远不是公司所能承担的 所有的利润会因此被消耗殆尽 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领袖 你正在影响许多的人 你必须要起来 倚靠神 对起上帝 我也要鼓励做父亲的 我们提醒做父亲的 你要离开你生命当中 在神面前的软弱 你不要常常在神的面前 去以看不好的影片 色情的影片 或者是那些暴力的 来为自己的版主 你知道吗 你的孩子会认为 这是你的价值 所以很多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父亲 母亲 你的女儿 很可能会认为这是你的价值 以至于他们也会用这样的方式 来跟其他的人互动 甚至在这社会上用这样的方式 来跟别人建立关系 你觉得很惊讶 甚至很愤怒 可是其实是我们 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把这错误的价值观 带到了我们的家庭 弟兄姐妹 我求神祝福你 你的拥抱会影响你的家 成为一个拥抱的家 你对神的屈膝跪拜 会让你的家成为敬畏神的家庭 你是一个领袖 你正在影响你的家 大会影响他的国家和军队 而你正在影响你的家和公司 你的教会 愿神祝福你 我们一起谦卑寻求神 奉主的名祝福你 阿们 弟兄姐妹很感谢神 我们现在来看到第五节到第八节 神的话这样告诉我们 在这段经文里面 你会看到约压起来 并且在大卫的面前 就像大卫发出了一个积极的责备 当然因为大卫在整个过程当中 让整个的部队和整个的团体 就好像从一个明明打胜仗的关系里面 却成了好像吃败仗的 好像成了一个惭愧的名一般 如同经文所描述的 当你看到这段内容的时候 约压就直直白白的告诉大卫 在第六节说 今日就是今日 他有告诉他说 我要你明白 你是不是看到 压少龙活着 我们都死了 你就高兴了呢 他甚至直接责备大卫在第七节 他说 你现在就要出去 你现在就要去安慰他们 否则今天晚上今夜 没有一个人会跟你在一起 你会重判清理 大卫在这过程当中 就听见约压对他的劝勉 甚至是责备 在第八节的时候 王就起来到城门口 然后向众百姓来显现 来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弟兄姐妹 当你看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你读到第六节 我不知道你在读到这段内容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约压这样的问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其实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乍看之下 其实约压的提问是对的 可是其实神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让压少龙整个头发被树枝缠住 甚至悬在半空 其实是很有可能他被逮捕而不用失去性命的 然而约压在这个过程的决定里面 却做了一个大卫心里面最不愿意做的决定 我们没有办法去评论他 但是我们却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我们在看到这里面的内容 我们也看到他提醒我们 有两件事我觉得我要提醒 第一个我要提醒的事情是 很多的领袖和权柄 其实我要求神祝福你 你应当起来好好治理你的家 因为有多少时候不论你是教会的权柄领袖 或者你是公司的 你是在任何一个团体的领袖 你知道在许多的得胜 在许多服侍的荣耀 或者是公司的收成的同时 令你生命中最难过和伤心的 可能有一些事 但是最让你生命中痛苦而无奈的 却是你的家庭关系 所以我觉得神早就提醒我们 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学会治理自己的家 好像神的话 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里面 他说到什么 他说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也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其实神提醒我们 不要只有在神的面前 好像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是得胜的 祂要你起来成为你家庭的祝福 否则大卫心中的难过和悲痛 也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遗憾 第二个我要提醒的事情是 所以你的一切服侍 你都要明白的知道 你生命中公司或者你服侍的果实 你不只是跟所有的人一起享用 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和你的家人 一起来享用神对你的祝福 因此不要轻忽大卫生命中 现在的这个光景 其实他在提醒我们 起来 赶快悔改和改变 你是父亲吗 你是儿女吗 你是母亲吗 回到我们座位上 让我们学会建立正确的亲子关系 和子亲关系 你就会同时享受神的祝福的同时 你也会享受一切你在关系中的平安 这一切的平安 会让你真实的拥有上帝的祝福 我自己在服侍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办法解决我心中的焦虑 在我服侍越来越突破的同时 其实我跟我的家庭关系一直都不太健康 跟我的妻子也是如此 但是我要感谢神透过一个歧视性的祷告 提醒我 我的服侍在很得胜的同时 我的太太在厨房辛苦的忙碌 孩子在客厅吵闹 厨房在撕火 客厅在漏水 我那时候就知道神在提醒我 不要只看我服侍的果效 要回过头 看我真正我家里的状况 我改变 我就能够享受神给我完整的祝福 我愿神恩待你 让我们看见大卫的遗憾 奉足的名不会在你的家中发生 你可以建立健康的家和得胜荣耀的果实 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我要谢谢你 爱我们与我们同在 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在大卫生命中 曾经发生的错误上 我们不自从道覆辙 我们在神的面前享受丰富和恩典 我们享受真正荣耀的祝福 愿你与我们同在 祝福我们和我们的家的关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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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